所以说我说 这些每一个料 这个分量都不比郭文贵先生爆的料 这个分量轻 只不过这些事实是发生在他们的身边 他们可以熟视无睹 郭文贵先生的爆料 发生在宫廷里面 中国从来 这个老百姓从来就不发有一种 喜欢看宫廷闹剧的这种爱好 再谈一谈 我们讲现在我们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 我们在海外民营圈的很多同仁 我还不能说是同仁 因为我还不是民营分子 善解称为同道吧 他们认为中国的欢强很难 但是他们真的不了解中国的国籍 不难 一点都不难 我在90年代末 就能够很容易的用花园暖剑 当时叫做花园garden 这个暖剑 换墙 那么现在法轮功它搞的自由门之类的 那换墙更容易 我在坐牢期间我真的在想 中国的这一切 大概就是由于信息必赛而引起的 老百姓不知道真相 老百姓知道真相以后 绝对会接纲而起 所以说我出狱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叫老百姓翻墙 结果让我大跌眼镜 他们说我干嘛要翻墙 看那些东西我很痛苦 我干嘛要翻墙 看了又不能改变现状 还不如不看 大概就这么一个思维 麻木了 我也很痛心 要求别人跟我们情感这么丰富 这不是说我们所能强求的 所以说就随它去了吧 你再看一看 从文字作品上看讲 法轮功搞了一个小册子 叫做九评共产党 哎呀 这个九评共产党我一看完以后 我感觉憨怅淋漓 有理有据 分析很到位 用的是不可推却的事实跟数字 把共产党的皮剥了一层又一层 把他的邪恶本质 彻底给揭露出来 那么在我心目当中 因为我看的书不算太多 我感觉这个九评啊 应该算一个花时代的著作 那么中国这部这么多人看完以后 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身边也不怕很多 我的同道 他们彼根不止 几十几年如一日 几十年如一日 不断地在网上发表文章 写啊写啊写啊 没有赚一分钱 就是为了推进中国的民族 那么又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感到跟我的预期相差的很远很远 也许有一些潜移默化的作用 那当然要靠时间来证明 所以说你要指望 这个 郭文部队的爆料 能在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 大的这个社会变革怎么样 哎对不起 就我本人而言 我不看好 我不看好 我的老家是南京 南京大屠杀 大家听说过了吧 日本兵进来 杀了三十多万老百姓 据我所知 没有一起抵抗 没有一起抵抗 两个日本兵可以压到一千多个这个战狐 走向寻常 当然 这个没有抵抗可能有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原因 但是我感觉如果患者是我 大概就要豁出去 我的脾气大概就这个样子 中国的二十万法官 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子 这个讲什么呢 幼稚 不成熟 冲动 只有我李建峰一个人 干了反革命的事 这是第一期 后面我还没看到第二期吧 正义的古人说了一句话 这个 说前无来者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后面还有一句叫教授 都上来 我还真的哭了几次 真是 所以啊 我说这个郭文贵的这个爆料啊 他的这个粉丝很多 三十几万 但是我很不客气的说一条 能够真正行动的 那是粪毛麟角 有几个能够真正的站出来 响应他的号召 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打个比方 我支持郭文贵 这个口号太廉价了 你把你的几套房产卖掉一套 北京的几套房产卖掉一套 去支持郭文贵吧 你嘴巴上讲支持郭文贵 我再没钱 我是跑到纽约去举个牌 支持郭文贵吧 你做到了没有 有人会做得到 不可否论 但是我认为 粪毛麟角 粪毛麟角 大部分人 仅仅是围观而已 什么叫围观 如果郭文贵 这个事情搞成了 好歹我也参加过革命 支持过革命 到时候也可以分一杯羹 而要是郭文贵 这事情做不成了 我仅仅喊好口号而已 叫做法不择重 所以说我李建峰 看重的就是 有所行动的人 你观讲没有用 这正如 我不喜欢去中国教会的 中国人教会的原因 在教会里面 私唱得很好 讲得也很好 要爱 要公义 但是就在你身边 这些人受欺凌 受压迫 需要你帮助的人 你熟视无睹 我不喜欢去华人教会 我宁可自己组织一个教会 做一些实际的行动 我要祷告 也要行动 两者不可偏会 因为只有行动 能够证明你的祷告 换句话说 也只有行动 你能证明你对郭文贵的支持 否则你都是围观群众 三十万二万 三百二十万 三千两百万 无所谓的 无所谓的 关键看里有几个 能够行动起来 这是我所真正看重的 哎呀 我也是这样想 这个郭文贵先生 他也要认识到这一点 不能被这些 一种表象 给门闭住 给门闭住 他也认识到这一点 战略上 他应该还要有所调整 战略战术上有所调整 这个才对 那么我们谈了这么多问题 好像都很悲观 很失望 其实 问题的根据 我自己感觉在什么呢 在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思想认识上 还有一个有待提高的过程 有些人是说 把它称之为国民性 有些人称之为什么 几千年中 这个分建社会的流度 有些人反正 反正就大概就这么一回事 你思想认识上 还有一个提高的过程 其实在一百多年前 我所最崇拜的一个作家 叫鲁迅先生 他在一百多年前就认识到这一点 他认为我们老的一辈 都是被旧思想给清晰了 现在我们要把希望寄托在下一辈身上 下一辈是中国的希望 结果呢 他发现下一辈比老一辈 跟老奸巨化 更厉害 甚至他所看中的下一辈的学生 去勾引许广平他的老婆 哎呀 把这个鲁迅老先生给气坏了 你只要认真看一下鲁迅的作品 你就知道 到了往年的鲁迅 根本不提这个事情 他彻底绝望 他只研究文学艺术跟版画 一直到时 他失望了 其中也对共产党失望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我们就不展开 那么我再谈一谈 我所经历过的事情 2000年左右在福建省南平市 有一个叫张湖板的地区 这个地区 这老百姓几千上万户的老百姓拆迁了 建水库 国家已把几亿 20多亿的补偿款已经达到福建省 但是福建省没有把这笔钱分给老百姓 而是挪用的 老百姓无家可归 流利失所怎么办呢 情绪很不满 那么当年我就做了 我们李一平先生所做的一个工作 叫做搞街头革命 但是这个革命不是在街头 而是在一个乡镇 我们派了我们队伍 去唤醒老百姓 让他们依一法 维护自己的权益 让他们有自己的权利意识 让他们觉醒 好了 果然呢 几万人上街 最后呢 把中国最重要的一个铁路动脉 四十五四十六次进进列车 给堵了 有史以来 从四九年建国以来 这条列车从来是残情无主的 就这次被堵了 四几个小时 几万人 堵了四几个小时 停了 结果来了一队武警 啪 打了一队吹了一弹 哇 前面上了一大片 啪 再打了一队吹了一弹 我再往稍微远一点看 见不到人了 最后再啪 一发吹了一弹 打完以后 我发现就是我们这几个反动分子 反动宣传分子 就是五六个人 跑得比兔子还快啊 我心酸了 花钱换精力 换心 上花吹了一弹 没了 后来我们把吹了一弹的当客捡回来 最后我被抓的时候 吹了一弹也作为我的罪证之意 哎呀 这么怕死 你还为什么权啊 说来也是惭愧 那么好 他们就说 这毕竟跟我的关系不是说十分的密切 如果他冻到我的亲人 我就跟他不客气 我就告诉你屁话 如果你是个法官 你的父亲被吊打在法院 你会怎么办 我告诉你 我们建国 不敢去解救他父亲 你法院有什么权利去吊打人家 父亲还不了在法院自行 就吊在操场打 法官在这边不敢吭声 我讲的是杜撰吗 欢一欢 山西省 姚小红的案件 姚小红是个法院管自行的院长 被抓起来 他们的武器还是释放 搞不清楚 他就这样子 你连自己父亲的后法权益都不敢保护 你还能保护谁 我还期待你这些中国人的勇敢 正义 狗屁 不要在我面前装勇敢 拿出世界行动出来 这个中共现在被奔杀的歌唱家 叫做唐金的 我印象很深 宋主音 他是第一个在维也纳这个歌唱厅 搞个人演唱会 接着就是唐金 这个歌唱家我为什么对他印象很深呢 那是在我最绝望的时候 我当时病了 就差一口气 就剩下一口气 昏迷了十几天 被抢救过来 飘入我耳朵当中的 就是唐金的歌唱 我当时为什么那么绝望 因为我对中国 这些老百姓 为了他们的公益 我该做的事情我做了 但是我没有得到那么相应的回报 我已经快死了 我得不到任何这个安慰 那唐金的歌声安慰了我 他当年刚好是在长城上 开个人演唱会 所以说飘过来 也就是在那一刻 他的歌声安慰我以后 我在整个思想有个转变 我认识到 哥妈 如果把希望都记错在中国百姓的 这个行动上 可能会让你失望 更多是 你应该把注意力跟精力 集中到如何 启蒙中国的老百姓 如何改变他们那种 实用主义的信仰 那么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就是基督宗教 这个信仰 这是一个很好的信仰 它让人家克服悲劝 这个执着的追求公义 当然也有一些牧师啊 教会啊 这歪嘴的和尚 把这个 把这个经给念歪了 那是另当别论 我为什么对 郭宝胜这个人 印象这么深 因为我很喜欢他 发表在对华研助学会上的 这个一些文章 确实是好文章 他会放行民众 不要被那些 被中共所捆绑的三日爱国会 那些宣教所迷惑 要遵从跟追随圣经的原则 我们的主希望公义 像这个滔滔洪水 风滚而来 所以说我们更多希望在这边 所以说这个唐经的歌声 我记得很牢 不是对唐经记得很牢 他的歌声我印象很深 因为这就是那一刻 我思想有个转变 思想有个转变 那么在痛定失痛以后 我在监狱12年期间 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我在监狱里面成立一个叫 犯人教会 这个可能是整个中国 有史以来第一个 有40多个信徒 门招 门拣选 他们现在陆陆续续的出来了 我的开门地址 是四川省牧里县的一个寺庙的方丈 叫黄志刚 我的一个关门的地址 什么叫关门地址 因为我马上要出间了 我的关门地址 是所谓被中共认定的黑社会老大 明镇整个门东九线一室的黑社会老大 叫黄传长 这个关门地址 了不得 为了一本圣经 为了一本圣经不被共产党 这个没收掉 被八个二锦活活打死 我相信 他必然能够进天国 他不是什么黑社会老大 无辜就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已 一个公安局的护局长 为了邀功勤赏 把老大案底 早就戒掉的案底给还出来 把他认定的黑社会老大给抓进来 这个人我知道 有些名气 当时也是被冤枉入狱的 我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正因为如此 我出狱以后 就被傅希秋所领导的对华援助学会 救到了温哥华 来到温哥华以后 我们认识了不少正义之事 虽然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 但是我认为 你的大的目标 会相同就好了 但是我同时也感到一些担忧 这些朋友很容易走极端 我曾经也跟我一个比较好的朋友聊过 他说 你不支持郭文贵就是五毛 哎哟 我还真崩溃了 你不站出来不支持郭文贵就是五毛 我本身对郭文贵这爆料的态度 我始终就采取一种沉默的态度 实际上这种态度在几个月之前 我就已经 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沉默 我就不细细成熟了 但是我有我的沉默权利 但是他居然说你不支持就是五毛 哎呀 这是把毛泽东的这种战术给用到了 只要敌人反对的 我们就支持 我们支持敌人就反对 这非黑即白啊 所以我想这有些讲不通啊 共产党也抗癌啊 抗艾滋病啊 是不是共产党抗癌抗艾滋病的话 我们就要去拥抱癌病跟艾滋病 大家赶紧去注射一点这些 艾滋病的这些 这些东西啊 哎呀 我的通脑简单到这个样子 还真的不适合去搞政治 这个再搞下去 还真的会害人害己 哎呀 我说当时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 我的态度就很好 你爆你的料 你只要对共产党 这个政权 这个专制政权 这个有所动摇 我绝对不去反对你 你去爆料 爆 尽管爆 我还在暗中叫好 但是你旁边的人不能 不能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我跟你讲 郭文贵还不能批评 谁批评还要斗谁 我真的伤心 你这不是造神吗 这是新的一轮造神运动 我们中国最不怕就是这种造神运动 历史你翻开一看 看看 一个神造起来 结果被他奴役了 推翻了 再来一个神 始终都没有认识真主 没有认识真神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起 于秋雨讲的一句话 这个于秋雨讲 你永远奔驰在轮回的悲剧 一路扬着朝圣的长旗 因为他不感觉自己在重复历史 他从感觉自己所作所为 绝对是争议的光荣的 无可辟底的 真的 我们如果多读一点历史 我们就不要去采取这种态度 但是他们这种态度 我真的可以理解 很朴素的一种感情 不要去打击 不要去反对 但是我不希望我们的朋友 走向一种极端 所以说我的态度就是沉默 你要说我表态 我的表态就是沉默 我们这边有个黄河边 他也经常跟我交流 我那期就这个盛雪大姐 他对郭文贵的爆料搞了一个视频 他叫什么视频呢 就是为什么名誉对郭文贵这么冷淡 我一看这个视频 我就跟黄河边交流了 从我的角度上看 你盛雪之药一开口 你就是错误了 为什么这样讲 你不能开口 你不要开口 你心里面什么做的 反正你沉默就好了 开口的是我们这些无名小作 你说出来什么东西都不对 尽管我后来看了他视频的内容 他讲的真的很系统 很透色 很好的 但是他不能去开口 我是这种观点 这观点可能跟我本身的阅历 有关可能也有局限性 所以说对待 所以我本来也对他的爆料 就是采取一种沉默的态度 我不反对 但是他也是一种沉默的态度 节目到了最后 我只是想高呼一个口号 祝郭文贵先生旺岁旺岁旺岁 远远爆料下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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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